大家好,我豆柯如果是新房 我是很建议装燃气的炉灶的 为什么呢?因为燃气的一方面 它热值很高 你像一些炒菜爆炒都没有问题 比如就像这样一样 这个双炉头 你在上面炒个热菜很方便 如果说是电的 哪怕说是induction 你哪怕把锅烧的很热 但你菜突然一下子放进去以后 瞬间这个温度就降低了 就变成一个炖菜了 所以燃气的炉头是一个很必要的 此外相对于电炉头和燃气炉头来说 在废温方面燃气的也要省很多 所以燃气是一个趋势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新房 绝大多数都是燃气的炉灶 但是如果你要选择燃气的炉灶 有些安全措施 你就要好好的注意一下了 选炉灶的时候 我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有些比较简单的功能 然后在中国甚至说是最廉价的燃气炉上 有的功能反而是在这边的话 只有一些高档的炉子才有 而更高档的炉头反而没有 给大家来看一下 大家看到这两个点了没有 这两个点的话 一个是用来打火的 另外是用来检测是否有锅溢出来 然后把火面给熄灭了 比如说你在炖汤的时候 可能一不小心锅溢出来了 然后人还不在旁边 他把火给熄灭掉了 这种很常见 熄灭了以后的话 这个燃气可能就会持续不断的 然后释放出来 在炉子上面有两个功能 第一个功能叫Auto Ignition 就是说是自动在打火 如果说是火灭了 它在自动打火 这是一个功能 还有另外一个功能的话 就说是如果说是自动打火 打不着了 它会自动切断燃气 这个功能在国内的话 炉子上基本上算是标配 一般怎么能够来看炉子上 有没有这个功能 你来看金属出点 这里面是有两个 这个的话是电打火的 就说是进行打火 然后点燃炉头的 而这个的话是一个感应装置 它能够感应 就说是热感应装置 它能够感应说是炉子火苗 是不是熄灭了 如果开关是开着的 然后火苗熄灭了 它会告诉这个路上 再继续打火 比较安全的措施 就是如果说是继续打火 比如说是你那个汤 把它给盖上了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个触点跟金属点 已经连上了 再怎么打火打不着 它就会告诉底下一个发门 好 现在这个炉子打不着 我们要采取一个安全措施 来把这个燃气给关掉 你这个炉子 哪怕是火系了 它不会有煤气 充斥的整个屋子都是 这种安全装置在国内 基本上每一个燃气炉都有 但是 在加拿大 这种装置 反而算是很少见 有的炉头可能会有一个 auto ignition 就说是可以重复打火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汤浇上去 它在打火不管用的话 它不会切断你的燃气 只有少量的这个炉头 有自动关火的装置 因为我个人是比较保守的一个人 尤其是对安全方面 然后特别注意 因此在选择炉头的时候 我就专门在加拿大去找哪个炉头 可以提供必要的安全措施 这个的话就说是它的 这属于是那个叫 cooktop 也就是说是平面 然后呢放在炉灶上的 这款的话 是有那个重复打火 还有呢是自动那个 切断燃气的这个功能 这个是它的cooktop 它有这个安全的防护措施 但是另外一些就是显得更专业 更大体的 这种的话叫professional professional一般都说是 比如说家里你有可能有个私人厨师 或者之类的 然后来用的 这个话就有意思了 这种的价格一般的话 比那种gas cooktop 比gas cooktop可能还要贵 但是在安全的feature上面 它只有一个点 大家看一下 这个点是藏在这里的 它是有那个autoreignation 就是它会当那个火苗熄灭了以后 它会尝试的继续在打火 每次都是尝试继续在打火 但是继续打不着 它也不会把这个燃气呢给断掉 此外呢 你如果去买一些那个燃气的这个炉子 比如说是那个像便宜点 比如说像LG 三星 甚至说是KitchenAid 包括Bosch 你也会发现 这个这么简单的一个安全措施 在国内几百块钱的炉子上 都有的安全措施 在这边都没有 高档一点炉子 比如说是像Wolf 或者是Thermodel 它的话就说是只有一个 就说是只会重复的打火 但是不会切断燃气 所以对于买炉子的朋友 大家要注意了 便宜的 很便宜的炉子 它可能是没有这个功能 贵一点的炉子 比如说像是Cooktop 它有 但是到了专业级别的话 它就没有 因为专业级别的这种炉子 你都是要请厨师的 厨师做饭 它走的时候不可能会忘记关火 所以如果您是选择炉头的话 在这一点上一定要特别注意